这个帅警察正在银行排队 不经意间露出的警徽惊艳了一旁的孩子 母亲有些尴尬 叮嘱孩子 不要老盯着帅哥看 与此同时 一群全副武装的劫匪正在悄悄地靠近 是男人就干票大的 他们以迅雷不激 而响叮当之势冲进了银行 很快就控制住了所有人质 其中就有开头的帅警察和那对母子 劫匪的目的很明确 那就是直达保险库 随后在一排保险箱安装了炸弹 与此同时 作为人质的母子非常的害怕 母亲的嘴里一直碎线念 一声爆炸过后 母亲突然想带着孩子逃走 帅警察被迫拔枪掩护母子 却不幸被劫匪开枪射中了心脏 劫匪最终拿到了想要的东西 心满意足地撤退 林了还与山山来迟的警方 拿了一波枪战 所有人质都安然无恙 可惜的是 这个又高又帅又大方的帅哥就怎么挂了 话说他才出场没几集啊 编剧怎么忍心的啊 帅警察叫做拉姆 被劫匪一枪毙命 奇怪的是 这群劫匪并没有拿钱 而是直接炸开了保险库 根据当时炸弹布置的形态 老际推测 劫匪是像抢走一样东西 而其他保险箱都是附带被炸的 见证科已经各界各位 等到老际发号失灵 可是老际的耳机已经越发的严重 他几乎什么都听不见了 劫匪用的是C4炸弹 分别将炸弹安置在四个角 根据经验 劫匪要找的东西 一定就在这排保险箱的正中央 另一边 警方找到了 劫匪逃走时驾驶的汽车 上面布满了逃走时留下的弹孔 驾驶为振作着司机的尸体 当抢劫得手后 司机变成了累赘 羡慕杀驴便是最好的方式 老法一位率警察做了尸检 死因毫无悬念 莎拉则负责向被炸毁的保险箱重新复原 老机和大黑查看了当时的监控 劫匪作案前 用涂抹脸的油彩遮盖了镜头 以至于监控什么都没拍到 不过好消息是 由于油彩帮涂过脸 见证客在镜头上找到了一根眼睫毛 另一边的C姐也调查出了司机的身份 司机是一家饭店的停车员 而这家饭店是富豪山姆的资产 也就是C姐的父亲 即便是C姐与山姆的关系匪浅 老机还是派他亲自去调查这些案子 C姐是富豪山姆的私生女 富豪说自己并不清楚司机的身份 因为招聘是人事部的事情 人亦有钱是非也多 仅年前 山姆的两个儿子为了争夺财产自相残杀 去年 他手底下的饭店 一名女服务生莫名其慢被杀害 到现在都没有破案 现在他手底下的司机又涉嫌抢劫银行 山姆当然希望大事化小 可C姐并没有这么好说话 实验室对比了凶手留下的弹头 这颗子弹来自于常射成步枪 凶手是远距离射击 却能一枪打中帅警察的心脏 杰斐是个神枪手 而普通人根本无法接触到如此系统的训练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杰斐可能来自于军队 尼克是弹道方面的专家 他一个人来到银行 模拟了杰斐们开枪的弹道 提取了现场所有的火药残留痕迹 最终得出结论 当时杰斐当中还有一名远处埋伏的狙击手 与此同时 保险库中的沙拉已经复原了被炸毁的保险箱 爆炸炸毁了周围23个保险箱 而最中间的729毫箱子保存完好 很明显 杰斐的目标就是中间的第729毫箱子 可是箱子已经被劫匪拿走 警方并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 老季和C杰坐在大厅等待银行经理 就在这个间隙 C杰发现老季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 他必须要依靠读淳语才能与人正常交流 想知道保险箱主人的信息 就必须要法院的证明 好好C杰有备而来 经理说保险箱的成租人叫做班尼 C杰记得这个名字 他是富豪山姆的得力干奖 富豪很喜欢这个班尼 可惜的是 班尼早在几周前就因为重病去世 山姆说班尼的人脉很广 就算是认识劫匪也很正常 尽管山姆口口声声说很怀念班尼 但是C杰却不这么想 因为他了解父亲 山姆早在半年前就与班尼因为一些琐事 闹得非常的不愉快 当被问及班尼的保险箱里到底藏着什么 山姆没有回答 而是找了个借口匆匆结束了谈话 老季意识到 自己的耳机已经越来越严重 无法再拖下去 他只能询问老法医的意见 老法医建议他立即手术 手术虽然风险很大 不过至少还有康复的希望 而如果拖着不去治疗 用不了多久 老季就会失聪 老季陷入了了难的境地 小哥检测了劫匪留下的眼睫毛 可惜的是 数据库中并没有找到匹配的资料 案件调查到现在 似乎并没有什么进展 不过老季发现 这些劫匪虽然身手了得 却在掩饰政务方面能力欠缺 毕竟留下毛发是个很低级的错误 他们只顾着寻找现场留下的痕迹 却忽视了劫匪留在现场的引爆器 老季拆开了引爆器 果不其然 大一的劫匪在引爆器的零件上 留下了一枚完整的指纹 将指纹输入资料库 终于找到了其中一位劫匪的身份 他叫做罗伯特 巧的是 同司机一样 罗伯特也在富豪山姆的酒店上班 警方找到了他的公寓 然而敏锐的罗伯特早已逃之夭夭 后门的炉子还在燃烧 显然他逃走前正在试图销毁所有政务 老吉在炉子里 找到了罗伯特抢劫时穿的黑色外套 还有被抢走的729号箱子 好在保险箱都是耐高温材质 箱子里是空的 不过C姐还是在箱子里 找到了一块布料纤维 此外 保险箱里还有微量的血迹反应 那么问题来了 保险箱里怎么会有血迹呢 杰肺和司机都来自于山姆的酒店 显然山姆与这起案子脱不了干系 与此同时 城市的另一边 山姆正提着一箱子现金 与剩余的四名劫匪交易 看来山姆闯下了大火 还是不能对警方明说的那种 可当警方赶到的时候 却只发现了三名劫匪的尸体 凶器是威力巨大的步枪 并且三位死者都是近距离中弹 从中枪的位置来看 他们这是遭到了偷袭 老吉被远处一根挂在树上的丝巾吸引 丝巾上有血迹 渐变的颜色 符合保险箱里找到的布料 所以这根丝巾 就是729号保险箱里的东西 也是劫匪们劳实动众 占毁保险库的最终目的 根据当时目击者的描述 一共有四名劫匪 现在三名劫匪都已经死了 而唯一幸存的罗伯特 却不知所踪 实验室内 小哥检测了保险箱里的血迹 血迹来自于两个人 可他只核对出了一个人的DNA 这些血迹来自于一名叫做 威威安的酒吧女服务生 威威安在去年遭遇了杀害 身上有两处穿刺伤 警方至今没有找到凶器 小哥的双手在颤抖 显然他还没有 从上次的爆炸案中缓过神来 他患上了创伤后一阵 这意味着 他可能无法胜任今后的工作 老基检查了威威安身前的照片 他在被杀当天 还佩戴着那根渐变色的丝巾 他望着大黑的剪刀 似乎想到了什么 威威安身上有两处平均的穿刺伤 这证明 凶器很可能是一把剪刀 被劫走的保险箱里 除了一根丝巾还有一把剪刀 保险箱的主人 曾经用丝巾包裹了剪刀 因此正好在丝巾上 留下了剪刀的血迹形状 拉斯维加斯有全国最好的实验室 通过修复血迹形状 众人惊奇地发现 刀刃部分似乎还刻着几个字母 而字母正是酒店的名字 就是这么巧 司机 劫匪 一年前被杀害的女服务生 以及杀死她的凶器 都来自于山姆的酒店 当年由于警方没有找到凶器 所以这起案子也就不了了之 这起银行结案 反而将去年的凶案 重新拉上了台面 C姐打算去找山姆问个究竟 可这次老齐再也无法陪同 因为他已经约好了医生 今天下午就要进行手术 好友之间无需太多客套 聊聊几句祝福已经足矣 与此同时 警方终于找到了 潜逃在外的罗伯特 也是四名劫匪之一 这货是真的很难抓 不过他杀了警局的颜值担当 就算是逃到天边 也要把他给抓回来 原来罗伯特听命于富豪山姆 专为山姆解决一些疑难问题 是他找到了三名同伙 为山姆抢劫了银行的保险库 也是他在山姆与同伙交易的间隙 在背后放冷枪 偷袭了三位同伙 可事已至此 罗伯特依然不愿供出金主山姆 因为山姆是赌城的大亨 他不但有钱 还信很手辣 就算被判死刑 还能多活个十几年 要是供出山姆 怕是活不过三天 C姐找到了父亲山姆 询问他事情的真相 死金上的血迹属于两个人 一组是死者薇薇安 另一组属于凶手 C姐偷偷用另一组血迹做了配型 结果确定 凶手与自己有亲属关系 凶手就是山姆 C姐做出了自己的推测 老父亲山姆风流成性 因为没有妻子 便整天在外面勾勾搭搭 甚至勾搭上了服务生薇薇安 而薇薇安同时也与他的属下班尼悠然 一年前 山姆正好撞破了薇薇安与班尼的丑事 于是便一气之下 拿起剪刀 当着班尼的面捅死了薇薇安 还在这个过程中 不慎伤到了自己 班尼为了自保 便在山姆离开后 拿走了薇薇安的丝巾 和现场留下的凶器 将这两样证据 寄托在了729号保险箱里 直到不久前 班尼因为重病离世 临死前 他将凶器的位置告知了山姆 山姆便命令手下罗伯特 策划了这起抢劫案 目的就是为了销毁政务 C姐的父亲居然是个杀人凶手 还要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吗 可是山姆有强大的律师团队 凶器上虽然有他的血迹 但是只要山姆不愿配合 警方就无法用合法的手段 得到他的DNA做比对 即便是证据确凿 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逃脱制裁 故事最后 C姐带着一脸失落 来到医院看望老季 手术即将开始 望着老季孤单的背影 只能祝愿他手术成功 早日回到岗位 到此犯罪现场调查第三季结束 这届是第三季的最终集 开头帅警察的死 让很多粉丝耿耿于怀 帅警察的扮演者 是1966年出生的杰弗里·萨姆斯 2002年 在CS2第二季中初次登场 并连续出演到了第三季的最后一季 关于他的退出 有人猜测可能是合约到期 不过他很快就会在2004年上映的 CSI纽约片中再次出现 此外 这集故事为第四季的剧情埋下了很多伏笔 像是小葛因为上集中的爆炸 患上了应激性创伤障碍 因为手抖 可能无法再胜任实验室的工作 在第四季的剧情中 小葛将会升级为外情组 并且拥有更多的戏份 而纠缠老季多年的耳机 也会在第四季中有了最终结果 那么老季的手术能成功吗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众口的案子 相信我 第四季开屏就是暴击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犯罪现场调查第四季 我们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位置 感谢您的位置 您的kal pewno